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听收看希望之声热点追踪节目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六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苏州事件 中国护工离世 中国风向大变 吉林大学外籍教授被驱逐 妄议中央的下场 世界最大规模海军演习开始 向中国发出信息 超过2.4万人被递解 拜登限制措施见效 在广告时间里和您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是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经历能给您一些启发 两个月之前李先生在油管上 看到了希望之声TV的广告 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 试试三高代谢宝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李先生怎么说 因为过几月了 两个月左右 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 后面见广告 这个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声 看到所以过来就买回来给他吃 他吃之后比较熟 重量一些 吃了12粒 吃了一个月 现在下降到6.4 这是A1C 量过A1C 糖的指数 早上是早上量度 以前7.1 他吃了之后大约1个月 再量度 下降到6.4 下降到几好 继续买给他吃 有一些全部都不是买的 有一份是帮朋友买的 听到这段话让人觉得很高兴 短短一个月 李先生的太太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给您一些鼓励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也在为高血糖而烦恼 可以试试李先生的方法 或许也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后提醒您 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 最好先问问医生 确保安全和效果 江苏省苏州市袭击日本母子事件当中 为了阻止男子行凶 被连筒束刀的中国女子27号不幸离世 日本驻华大使馆江半旗 大使金山县志也哀悼说 无仅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 再次对胡有平女士的英勇行为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哀悼 党媒随后的报道中称 苏州市对胡有平追授建议勇为模范称号 但是报道当中没有提及凶贤是中国籍 也没有对凶贤的动机说法及侦办进度 在以任何的说明 更令人意外的是 中共的操纵引导之下 苏州事件舆论瞬间 从中国人刺杀日本母子 逆转为中国人永救日本母子 党媒新华社28号发出的报道提及 该起迟到伤人事件造成三人受伤 两名日本籍人员 一人在院治疗 无生命危险 另外一人当日已经出院 中国籍胡有平26号抢救无效 为大力弘扬社会正气 苏州市对胡有平追授建议勇为模范称号 公事时间至7月1号接受监督 这台中国异议人士龚宇健指出 相照中共淡化中国人刑刺日本人事件 日本驻华大使馆在降半期的宣誓当中 清楚地表明 依旧相信中国人民的勇敢和善良 似乎刻意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 值得注意的是 胡有平被追授建议勇为模范 墙内舆论瞬间从中国人刺杀日本母子 逆转为中国人永救日本母子 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网民们议论说 正义的中国女性 救人而英勇献身 更有人说 为了几个日本人不值得 这位阿姨比那两个受伤的日本人值得关注 可惜当时的媒体只关注那两个日本人了 也有人透露 近日去网上发表 跟日本人道歉 希望中日世代友好 对伤者慰问等中日友好帖子 立马被中共网管秒删 但是仇视日本美国的言论却大行其道 显然是官方默认 此外 就在网络对胡有平的离世 惋惜遗憾的时候 中国一名小粉红竟然打电话 到苏州警察局 要求放了袭击日本母子的周某某 并说他不是傻人犯 是人民英雄 引发网络一片唏嘘 也有网友爆料 人们前往事发的公交车站台献花 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 至少有20多个便衣 各种花式欺骗 要把路人手里的花拿走 为此 这位网友和自己的孩子 跟几个便衣大吵了一架 气得他在社交媒体留言说道 苏州 你真丢人 另一位网名为 民国1945年的网友感叹说 欧美社会观 人性是本能的反应 或者是工作正常职责 但是中共大陆则不同 你的正常包括本能 常识 多数情况之下 可能会遇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另外一位中国网红 更是把袭击事件 说成了是一次救援行动 逻辑是 如果没有人拦住嘴巴 可能会有更多人受伤 有网友气愤的回怼 又开始狡辩了 不说杀人者 只说被害人 分析指出 凶手这么做 都是中共洗脑教育造成的 网络封锁 中国人看不清世界的真相 加上被中共煽动民族情绪 仇美仇日的情绪就会高涨 前香港区议员 许瑞宇 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一个负责任的政权 应该教育如何化解仇恨 而不是煽动仇恨 此外 网传消息 苏州日商协会 已经决定分批撤资 6月28号 一份群聊记录写道 有几个今天开始通知员工 领补偿金了 同学老婆是生产火花塞的日本公司部门经理 可以补偿100万 如中共所愿 苏州日资企业开始撤资了 近日 在中国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工作了9年的外籍助理道授 比约安亚历山大杜本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 被神秘的解职 并且要求两周之内离开中国 这一事件显露出中共严格的言论控制 法律合约的随意性 及日益封闭的言论环境 使人们感到担忧 在美国之音发表于5月11号的深度报道 习近平访问欧洲结束成果几何当中 杜本博士发表了 在美国和欧盟之间打入一个蝎子 毫无疑问是北京的长期基本目标之一 也可能是习近平亲自出访的原因之一 法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 任何潜在的分歧都不应该被夸大 习近平的行程有趣的遗漏了布鲁塞尔 他很可能故意忽略了这一点 虽然马克龙邀请了欧盟委员会主席 彭德莱恩前往巴黎参加了与习近平的会谈 等无足意见 据杜本博士对美国之音的讲述 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 他突然收到了所在学院国际秘书的微信问询 秘书指出 众所周知 高校必须对国内外媒体 高校必须对国内外任何形式的采访负责 5月15号的凌晨 正在准备当天的两场讲座的杜本得到通知 因为没有可用的教室 他当天的讲座暂停 半个小时之后 一位同事通知杜本 他的所有讲座和课程教学都被无限期的取消 即可生效 他在吉林大学的工作也将被终止 同事说 这是由身份不详的上级主管部门做出的决定 杜本持有有效日期 指2033年的中国高层次外国人才签证 但是这位同事指出 这一签证将被取消 并且转换为人道主义签证 只能让他在中国再逗留两周 这名同事给杜本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比较友好的选择是 亲自向吉林大学递交辞职信 另一种比较难看的选择是接受某种纪律调查或法庭审判 杜本说 这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 谈话结束之后 学院的党委书记和一位行政人员出现 非常简短地确认了这名同事通知的内容 并且敦促杜本在第二天递交正式辞职信 杜本对美国之音回忆道 虽然我并没有主动辞职的打算 但是我担心对解聘提出异议 实际上是在与中共当局找茬 这样的选择风险太大了 而且无论如何只会导致同样的结果 因此我放弃了 在杜本第二天递交辞职信之后 鉴于他的合作态度 管理人员通知 他的签证不需转为人道主义签证 但是其本人必须在5月30号之前离开中国 并且如果他今后试图再进入中国 会被拒绝入境 这位管理员明确地表示 这是上面的指示 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本相信 在收到美国之音文章的通知之后 当局可能会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也可能会对我以前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感到不满 因此我认为 美国之音的文章 可能是我被解聘的导火索 而不是原因 然而 前中共特工艾瑞克不这么认为 他向美国之音指出 但从个人的角度 我认为涉及俄乌战争的言论更容易惹恼当局 杜本在文章中评论俄乌战争 长期以来 俄罗斯基本弹药短缺 但是现在许多供应漏洞已经被堵住 俄罗斯目前最需要的零部件 是中国能够提供 但是难以追踪的特定军民两用零部件 前中共特工艾瑞克指出 其他关于动机等的评论只是评论 但是杜本提到的俄罗斯物资短缺的漏洞被难以追查的中国居民两用产品堵住 这涉及到事实确认 如果事实并非如此 中国政府会认为这是在栽赃抹黑 被冤枉的怒气很容易导致报复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 一个普通的助理教授 为何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如果没有间谍因素 那就是通过公开信息分析得到的 这也会让杜本成为当局眼中的危险分子 就此次驱逐事件的意义 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分析师艾克告诉美国之音 很明显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大了 加强其全球话语权和信息控制的力度 然而要断言 这一具体事件是否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加强言论控制的又一步骤还为时尚早 杜本认为情况确实在变得越来越糟 近年来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学者同行 被中国国内安全部门传唤 进行非正式的会谈 被问及他们的工作和出版物 这在几年前是没有过的 外国同事和中国同事都会私下告诉我 他们怀念十年前甚至是更近一些时候 那种发表不同意见的相对自由 许多学者还有许多学生 显然对中国的一些政治发展感到不安 但是他们在公开场合却非常的谨慎 人们普遍感到压迫感越来越强 审查越来越严格 路本总结 中国政府收集的公民信息越来越多 但是披露的自身信息战略和策略却越来越少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 这种信息真空客观上都是一个问题 中国正日益影响着世界 但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太少 反之亦然 美国之音向设施的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党委书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及中共吉林大学委员会人才工作办公室 都发出了评论请求 但是截止发稿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 美国和28个伙伴国家在夏威夷附近海域 开始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 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今年的环太军演是国际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40艘水面舰艇 150多架飞机 3艘潜艇和25000人 来自全球各地的国家 正在参加范围广泛的系列任务 从自然灾害响应 到战争所需要的攻击技能 虽然多数参演国家有太平洋海岸 但是加入今年环太军演的 也有非太平洋国家 包括英国 法国 巴西和以色列 环太军演的副指挥官智利海军准将 阿尔贝托格雷罗说 非常欢迎世界上每一个在太平洋有着利益 并且将遵守同样价值观的国家参加 哪一个国家没有受到邀请呢 就是中国 大西洋理事会安全倡议主任马库斯加拉斯卡斯说 这是因为 环太军演2014年和2016年曾热情地邀请了中国 但是却引起了反弹 加拉斯卡斯对美国之音说 当时有结交中国的努力 而中国方面却对此加以利用 这绝对让美国及其盟友觉得上当了 中国实际上是把这当作了一次机会 用来收集情报并为不应被视为可接受的行为争取接受度 他说自从中国2016年最后一次参加环太军演以来 北京加大了多多逼人的行为 在国际水域建造了更多的人工岛屿并将其军事化 最近几个月在台湾进行多多逼人的演习 还在最近几天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船只 但是官员们说 两年一次的环太军演 可以向中国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督促北京停止霸凌禁林 参加今年环太军演的国家 将把退役的美国海军攻击舰塔拉瓦号 当作靶船进行演练 这是一个罕见的机会来学习如何使用自己的武器 在公海击沉一艘有保护的大型敌舰 像拉斯卡斯说 他们在被他们当作攻击目标的国家 不仅将面对美国 而且有可能被迫应对来自范围广泛的国家的回应 这些国家有着共同意义 要威慑并且对抗威胁印太自由开放的中国侵略 今年参加军演的国家包括以色列 这引发了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的呼吁 他们希望各国不参加这次演习 以时抗议 马来西亚总理在演习前向抗议者发表了讲话 他说尽管马来西亚将继续为巴勒斯坦人民仗义直言 但是马来西亚需要以不被愤怒所驱使的方式来行事 同时也要考虑不参加大型军事演习的实际影响 据悉环泰军演将在8月初结束 拜登总统6月4号宣布采取限制措施 当抵达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达到一定数量时 将切断庇护通道 这项新规定执行不到一个月 美国边境日军逮捕人数大幅下降 比新规生效之前下降了40%以上 美联社周三报道 国土安全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边境巡逻队在最近的7天之内 日军逮捕人数已经降到了2400人以下 比6月5号新规定生效前降了40%以上 虽然这个数字仍然高于恢复庇护处理所所规定的1500人 但是国土安全部表示 这是自2021年1月17号拜登上任以来的最低数字 上周根据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的月度统计数据显示 自拜登的新规定生效以来 边境逮捕人数下降了25% 这表明自那时起边境逮捕的人数下降幅度很大 国土安全部表示 自新规宣布以来 该机构已经监督了100多次遣返航班 将超过2.4万人送回了20多个国家 这一部门表示 直接从移民拘留机构被缔解的移民数增加了一倍 拜登政府还表示 对没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实施了 抓了就放政策的次数也减少了65% 目前还不清楚过境人数的减少 是否会在未来几周或者是几个月之内继续下去 外部团体已经提起诉讼要求阻止新规实施 使其面临一些法律风险 据报道 美院发布的这些数据都是人们密切关注边境安全的 也是衡量有多少非法移民来到美国南部边境的指标 去年12月份这个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年1月份大约下降了一半 整个春季基本上保持在这个范围 据信移民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墨西哥在其边境加强了执法 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尔卡斯定于周三 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向记者发表讲话 图森当局表示 本周二图森分区边境巡逻队在最近7天 日军逮捕人数略低于600人 比6月2号的1200人 比6月2号的1200人有明显的下降 据悉拜登之所以在边境安全和移民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 主要是因为非法移民问题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心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拜登在移民问题上已经受到许多选民的攻击 川普曾多次在边境安全问题上抨击他 指责他的边境开放政策造成边境失控 威胁国家安全 拜登在试图打击边境非法移民的同时 又试图给移民提供新的获得身份的途径 上周拜登宣布了一项新计划 主要针对美国公民的无证配偶 这些人在美国已经居住了1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该计划将为他们提供一条最终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